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講講馬俊偉 被人說他是借讀書為名 就是移民為實 真是好笑 馬俊偉都說要移民 不差勢 他說想屈人移民 是不是找錯對象 我也覺得有點搞笑 另外講講江美儀 跟梁樂師好朋友 為什麼會好朋友 江美儀說我收到 他WhatsApp我 私人短訊約見面 他以為是騙局 挺好笑 看看他們為什麼會這麼朋友 年紀都差一段 但只能說一件事是共同 兩個都美女 江美儀很漂亮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討論 先講講馬俊偉 有200多個LIKE 馬俊偉 你屈他去移民 馬俊偉 哪一方面你覺得他要移民 我覺得只有幾類人 要走資 錢要去別處發展 這是第一類 第二類就是要走資 怕被人收割 馬俊偉都不是特別有錢 還有我覺得馬俊偉都不是很欠錢 他算什麼欠錢 你有沒有見過回大陸拍攝 故事很少聽 還有一個要移民的人 會不會做這麼多公職事務 真奇怪 大台小生 現在是跨界別全能藝術工作者 去年是公職人員 影響力越來越厲害 近日他宣布再回歸校園讀兩個課程 有人說他借讀書為名 實際離開香港移民 好笑 那五仔算不算移民 我真的是香港人 我去旅行 不過我全年香港的時間只有兩個月 好笑 那些人的腦袋 一隻黃一隻藍 一隻留在這裡 一隻移民 一隻愛國 一隻什麼 你們這些傢伙 想到瘋了 馬俊偉其實有很多事情做 台前幕後也關他事 跑去港台工作 又可以回TVB做主持 他說連編劇 不是編劇 編導監製都做了 做過TVB藝術訓練班校長 港台創意總監 去年是公職人員 演藝專責委員會 核下戲劇類委員 藝法局委員 多少事情做 一月他報讀兩個課程 課程的確是需要時間 也不簡單 所以除了工作以外 如果你要約馬同學去吃 玩 吃喝玩樂 他說機會不大 也不要介意我經常要上學 做功課的原因 來拒絕你 他說是真的 這樣的年紀還去讀書 讀什麼書 他其實也挺人望高處 你問我 他本身是讀了一個學位才能做現在的事情 他是想做行政 做藝人的人不是這樣的 做藝人的人有空讀書 有空跑兩台戲 有什麼機會紅了賺錢的 他不是的 他真的跑去進修 想不到這個消息一出 有群組立即傳出馬俊偉 借讀書為名 以移民為實 令他不得不發文澄清事件 話說有人在某個群組爆發 早前公開說 我已正式獲得某大學取錄的修讀課程 就說我這些就是要走老 他笑到反肚了 本來也沒有打算這麼早公佈 既然有心人想搞事搞非 我就先下手為強 馬俊偉就說自己就報讀了神學課程 及大學碩士課程主修教育 真是挺有趣的 神學不簡單 他不是想做牧師 他先了解一下 他讀神學 或者什麼都適合做 如果老了的時候 見到馬俊偉變成牧師 你也不用覺得奇怪 他有這個學歷 是啊 不厲害 大學碩士課程也要讀一讀 讀教育 竟然想讀教育 他又不是讀管理 其實馬俊偉這個人 你說他有 如果他有野心去做一些高一點的位置 他應該讀其他課程 不過這樣說 你有碩士學位 你什麼課程也會比較厲害 但就不是很明確想要得到什麼那種人 不過真的很難說 如果他有教育碩士學位 因為他有這樣的名氣 隨時往後 我的語言 可能會看到 在香港的教育界的代表 隨時馬俊偉有份做官 他有這些學歷 他有知名度 另外還好笑 兩間學校都在香港 什麼事 如何以讀書為名 移民為實 他強調 我早就說過 我從來都沒有打算移民 過去到現在都沒有這個打算 他留在香港和自己的國家 好好發展 我充滿信心 更樂得自在 想屈人移民 還是找人移民 你都找錯對象了 他不會移民 這樣說 馬俊偉的款 首先移民幾件事 一 政治取態 他要紅薄薄的 就是藍拋 叫做正路到不得了 這個人 他都不反政府 甚至是進去 做公職一份 他怎會移民 他又不貪錢 貪錢的人 要不去嫁個有錢女 要不去大陸 賺錢 不斷忠毅忠毅忠毅 他有資格 馬俊偉做了很多年小生 在無線 和他同期的馬德忠 蛇絲曼 都同期 蔡少芬 都同期 全部在大陸 賺錢賺到傻了 馬俊偉 很少這些報道 我不敢說他完全沒有 但應該就很少了 他又不貪錢 不貪錢的人 又不怕被人收割 他都沒有東西給你割 你聽他那時候 被人騷擾 都沒有說要搬去別處住 他這些人 是很知足常樂的人 你給他一點錢 我不在那裡住 我只是住酒店就算了 賣掉了房子住別處 他不是的 他就是普通人 普通人心態 只是一個藝人 你聽他說話 都很像普通人 會進修的 讀自己喜歡讀的東西 正路人士 他心裡移民 他移民就不用做那麼多公職 找錯人 這個笑話 簡直就是 好 接著說說兩個美女 江美儀 就說和梁樂施很友善 好像風馬牛不相及 知不知這個成語為什麼 風馬牛不相及 即是說 這隻馬 發情期的時候 都不會用牛來砌 風馬牛不相及 也不拉肩 怎麼會拉肩 一個做電影 美女演員 一個亞視藝員 為什麼呢 說說為什麼 兩個大纜都不拉肩 近年整天黏著 無論是江美儀生日 還是拿事後 這個Isabella 梁樂施 即是李澤佳 三個三個那個 都有份出席 慶祝 接受一個訪問 說到他們兩個緣分 他說 上天安排 有一天 拍黎子山的節目 拍我平時去打造 學佛 收佛 之後有一天 社交平台收到 Isabella的PM 私人短訊 他說想跟我學佛 問我可不可以帶他去 江美一開始以為是騙人的 詐騙電話 詐騙訊息 不是 梁樂施的頭 是假相 其後 向朋友查證 他說 你跟我去學習嗎 不如見面 大家出來做個朋友 他出來的那個真的是 Isabella 他真的想學佛 收佛 他帶了她去打坐 一起做運動 帶她去跑山 兩個就很投契 緣分就是這麼奇妙 她說 Isabella現在很厲害 吃全素 連蒜頭、蔥都不吃 她說我吃素 她說我也是素 但她比我還要素 蒜、蔥不吃 即是五分 薑、蔥、蒜 會吃到人六斤不淨 因為說 那些蒜頭、蔥、薑 令人的荷爾蒙上升 會有性慾 吃一吃素 不要吃的東西 說就這樣說 我要我吃 我吃多一點 我可以的 那些又有另外一些好處 防癌 薑黃 也是消炎 他有好又不好 看你修行 收到誰 想收到誰的果位 好了 訪問中 江美儀提及自己當年得到女配角獎 那個人驕傲 有氣厭 她說 當時不覺得 因為我入TVB不久 已經拿到最佳女主角 覺得自己可以 覺得這些事情這麼簡單 她說以前在公司 都是做這些事情 現在看回 覺得自己有驕傲 有囂張 都很討厭 那種 自己 當時不知道 她拍到一部電影 叫《親親我好媽》 被人雪藏 加上疫情 令她靜下來 開始反思和收佛 這樣 江美儀原來都是學佛收佛 我有一次 走紅磡海旁見到她 掃顏 穿套 傭人衣服 比我想像中小粒 江美儀 學佛是好東西 斷一下情根 兩位情根都是 真是慘 所以說 你不是說美女一定有好姻緣 兩個都是美女 但兩個都 在色相界 都不差 光美儀的鼻子 真是 按照計 就沒理由 按照計 都是好 兩個相也不差 江美儀的鼻子 那麼漂亮 Yisabella的鼻子 有一點折 但感覺上 你看相 是觀點與角度 你問屋邨師奶 屋邨師奶 在屋邨 每個人都和她老公 她老公過月給我錢 拿一份小巴 什麼都好 我養大三個兒子 跟你當三個兒子 Yisabella 一樣 你想做屋邨師奶 還是做Yisabella 當然是Yisabella 你說她沒有夫婚嗎 她又不完全沒有 她沒有結婚 但是男人 養過一輩子 住豪宅 她不算沒有 但我看 Yisabella的相 各自口臉 跟江美儀一樣 寧角很厲害 那些腮骨 這些人的臉型 有腮骨咬肌 那些 這些全部都要自己做 出來做 有些女人 那臉 流線型多一些 那些就響到呼暈 如果這樣看 可能Yisabella 因為她和江美儀這麼朋友 沒有事搞 可能真是客串無線拍劇 也不出奇 因為你見朋友也有這樣的成就 她始終都是演員底 你無線 哇 真是求之不得 如果Yisabella走來 嚇壞 還打回你對台ViuTV ViuTV是李澤佳 這些真的有很多故事 其實找到一個朋友 好的 不是那麼容易的 你想想 你有那麼高級 大家有那麼高級 美女 她們都放得低 學佛 是一個減法 她要減了很多自己本身的慾念 你看她兩位 江美儀 沒辦法 她還要繼續做 在無線上繼續做 搞得花枝招戰 但是 梁樂師 現在 你說她收了佛之後 素顏得多 你根本沒有看過她穿晚裝出來雍容華貴 拍戲 有 但是整個感覺都很素 整個感覺 看到她 一個佛教其實 是好東西 人很多貪真痴 她解釋了很多給你聽 她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你會得到這些因果 不像 其實某些教派 是兩個價值觀 兩個想法 思想模式 另外那個就是 沒有的 神安排給你 這些事情 你要經歷 她那些 最重要的人 是自在 最重要的人 收得 太多煩惱了 因為始終 近來有些女孩子朋友 跟我聊天 我也覺得是這樣 她說 喂 一個人不生嬰兒 不完整 那你的家庭 如果沒有丈夫 你也是不完整 對不對 其實有什麼完不完整 如果你覺得這樣就是完整 愛情在女人方面 根本上是很重要 事業是否這麼重要 可能根本上女人最大的事業 就是愛情 但是你去找那個事業 那 是的 你看看 其實無線很多 藝員 她本身那個感情生活 沒辦法 她不是朝九晚五 她凌晨 她老公好像手生寡 你晚上去拍廠 晚上去拍廠 晚上去拍廠 這個房間真是獨手空圍 真是 跟AV女優作伴 搞搞搞搞真人 大家真是 所以某一些 做這行的都不太好 甚至連開始相認識新人都難 尤其是這幾年疫情 戴上口罩 我敢說 我們出去捻花野草 幾年來 完全是 認識人都沒有 最好學佛 學佛修心養性 連薑蔥蒜都戒掉 直接想都不差 可以了 好了 今天講完他們的故事 下次再跟大家講其他新聞 拜拜